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刚刚我们不是说 OneNote那边可以帮老师 比较方便整理影音教材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往下面走 应该是我往下面 你们还没有 你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数位学习 数位学习这个类别 有没有数位教材 这就是来自OneNote 其实OneNote在台北跟新北 是原本就在老师的那个 好像是那个 那个数位平台上就有的 就是他们本来就有授权 就是新北式 对很久了 其实还是APPs 对我忘记 那个上面都有 因为你的APPs 那个登进去之后 会连到很像效务行政系统 那个画面 进去之后会有一个新北式的 很多的一些那种数位学习工具 你可以用上角一个箭头点进去 你就可以免费使用它 这个不是要钱的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新北式好像跟他们有签约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签这样 其实我们免费的也都可以用 也免费的也都够 那你看我点下去 点下去 我们在里面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的教材 像我这边就 会把很多教材我就整理好 比如说你看 这有欧海南教师的问题 我就不用在那边挑 然后在那边再打字 我就可以把这些教材整理好 那我看一下这里 好 AI相关的问题 来那我再往下走 好我来看一下影片题好不好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影片题 影片题不在这里 应该另外一个 好订阅的 尝试题 这里 OKOK 我来看一下 好太好 老师我们现在还没要吃饭 可以问这一题吗 蟑螂怎么分辨公的跟母的 还是你要看眼睛 不要蟑螂 好不要蟑螂 看他看眼睛看眼睛 看猪的眼睛 哈哈哈哈 来这里 你看咯 我们讲过 老师呢 你基本上 如果你有准备影片 可能我不见得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没有我们要认识一下嘛 我们影片不见得要从头开始播 对不对 所以 用OneNote有好处是 你可以指定影片从哪里开始播 还可以在你指定的位置出题目 嗯 这就很方便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出了两题 我有先说明一下 我的影片的位置是在 20 你看我这里指定观看是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21秒到9分23嘛 好然后呢 我的题目是在48秒 跟1分14秒 这个我自己打的 因为我自己提醒一下自己 我不可能每次都记得嘛 哈哈哈 所以我大概48秒 好来 你看咯 48秒 我 看这个透明的这个是 来这里 你看 我就让他表现一下 48秒到了 影片会自动停止跳出题目 好很多 好 所以前面 也没有自动跳出来 嗯 所以老师以前 如果你要给同学看这种影片 你要问题目的话 通常你就不敢离开电脑 因为怕说忘记停止 答案就出来了 蛤 对 但是你有付费吗 没有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限制 生物的 对 one note one note 无限 那可以结在那个PPT上吗 欸不行 对对对 他是独立的 他是独立的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刚刚老师有提到 之前疫情期间有人用ED puzzle 我也有介绍过了 但是他的 虽然功能比较多 可是缺点就是 你要付费之后才有比较多的功能 好那我就要问老师了 好 来我们人的眼睛有几条肌肉 开放抢答吗 看你看你 看这个 你们的画面不会同步出来 可是老师 没有同步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嘛 因为都有大萤幕嘛 是不是直接问就好了 对啊也可以啊 或者你要用抢答 我就开放让大家抢答 是不是都可以 没有载具有没有载具的方法 有载具有载具的方式嘛 好来 老师知道几条吗 六条 有人说六条 对啊 上职机 下职机 外职机 内职机 还有一个什么 上斜机 还有一个滑车 哈哈哈哈 对六条 但是猪的五条 哈哈 猪的是五条 所以那个影片 这位 生物老师 有把它解剖给你看 哈哈哈 给你看一下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所以像这样子 你看 这个 我也可以请同学上来答 对不对 如果他答错了 有没有 我可以设定标准答案 然后答对了 有没有就答对了 所以如果请同学上来回答 识别区的方式 来老师这边按嘛 那另外一题 是在1分14秒 来我看一下 1分14秒 好 你看 在这里 有没有跳出来了 对不对 时间到他要跳出来 那我就要 问看看老师了 诶 下面这个图中的 A跟B 是眼睛的什么位置 A 你家 这里 B 这里 哈哈 糟糕 我们眼睛现在又那么多 A 跟闪光有关系啊 A啊 角膜 对啊 对啊 最外层就是角膜啊 水晶 对啊 跟老花 有没有 那个什么 白内障啊 对对对对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你有没有感觉到 时间到了 就自动跳出来 或自动停止 这样对老师在 上课的时候 是你比较好掌控那个 影片的播放 我不用担心 超过 或者是 没问到 那个图片是自己结上去的 对啊 对啊 我自己抓上去的啊 只是说你在那个描述上 他自己呈现出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你的题目是什么 然后我的 里面是要用文字的 还是用图片的 甚至我里面还可以放 YouTube影片 就是说 我问你的问题 然后 你来看这个影片之后 你再来回答 这样也可以 这样就是比较灵活的 对不对 好所以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透过这种方式 你的 这个 教材的掌握度 影音教材掌握度 就比较高一点 不然 大部分老师就是 慢慢先找嘛 然后找到了 然后才 就是 比较花时间啊 尤其老师现在 影音教材 事实上都还蛮多的 你如果 没有整理好 其实 就有点麻烦 像我都偶尔用一下 我就偷看一下 哈哈 我也不用说 一定要那个 这样 老师对 可以 欧海云端教室 整合 OneNote的这个教材 这样有没有比较 有概念的 当然不见得是只有影片 你也可以是一般的 老师网路上的文章啊 或者是 其他内容都可以 都OK 好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主要 在欧海云端教室 会大概的一个操作 就是老师先体验一下 学生的概念 那等一下 我们就要让老师来 当老师咯 换老师的角色进来咯 可以吗 好 对